鄭聲,你是勞工團體代表 說到輸入外勞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勞工價一定是反對的 其實你自己又怎樣看 香港在這一刻有沒有需要擴大輸入外勞? 我自己想,其實一向我們都有外勞進入 一向我們都有補充勞工計劃 其實一向都有外勞來香港工作 我也明白社會上現在關注人手力比較短缺 人手比較緊張 但是是不是真的要放寬到一個程度 去到這麼大量輸入外勞呢 我覺得是有些斟酌的 譬如說補充勞工計劃 以前有26個工種不可以輸入 例如剪頭髮、問卷那些 現在全部都放開了 我們都同意去檢視 但是是不是需要26個工種都放開了呢? 還是我們保留一些工種 例如說民縣 其實可能很多大學生或副學士 出來工作都可能做一些行政 其實他都是做民職、民縣 這些會不會影響了本地學生的就業呢? 你說看回澳門 雖然他說很多的外勞 但是其實他的政策 都有一些是保留一些職位 一定要用回本地人的 譬如職業司機 或者賭場的河冠 我想這個都是最基本 希望可以保障到本地人的優先就業 所以我們都覺得希望這個政策 走一段時間 是否可以檢討一下有些工種 只是能夠聘請本地人 而其他那些沒問題 我們可以適量吸引外勞工作 除了你剛才說的二十多個工種之外 政府現在都有些特別的計劃 譬如建造業和運輸 在那兩個輸入的外勞特別計劃上 你有甚麼觀察? 我自己覺得建造業那邊 一萬二千個外勞 機場那邊都有六千多 現在都陸陸續續申請 我也明白可能那個人手是比較緊張 但我們希望政府都能夠適時 監察這些計劃的實際情況 譬如建造業都有很多工種 紮鐵、搭棚、泥水等等 那是否當中實施一段時間的時候 某一些工種 其實我們發覺已經有足夠的外勞 也都本地人有一些已經入職 人手短缺的情況已經沒那麼嚴重的時候 是不是那些工種可以暫停一下輸入 即是有一個日落的條款 另外一些工種如果都仍然是比較短缺的 就可以容許他們繼續申請計劃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拿到一些平衡 然後勞工處就希望他加強一個就業損配的服務 因為這些工種說就說到很缺人 但是如果有些本地人真的想入職的 那都要確保他們真的去入職 就不是給那些僱主不請本地人 又去輸入勞工 那我覺得那個就業損配的安排 可以再加強一點 即是確保本地人如果真的想找這些工作 即使他可能年紀大一點 但如果他只要符合到工作的要求 其實一樣是要優先聘請他 你說本地人就業 我們那個勞動人口是越來越少 即是如果看回統計處近期的估算 我們去到2046年 其實真的勞動人口更加萎縮 再加上可能有些人就會說 現在香港的失業率都很低 究竟還有沒有一些勞動力可以再釋放出來 例如你剛才所說的一些中高齡人士 甚至我們現在常說要釋放婦女勞動力 在這方面你有甚麼建議 是的 我想雖然現在勞動參與率也比較低 我們都是希望政府可以繼續努力 去釋放多些勞動力 譬如說婦女方面 現在政府都聽了意見之後 有一個在學校做的課後托管的先途計劃 但是名額就有限 而且都要通過一些入息的審查 我們希望他可以繼續放寬 令到多些婦女都可以受惠 而且我覺得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清晰的指引 鼓勵一些企業去設定一些 內地就叫做媽媽缸 香港就叫做司拉間 真的有一定的比例是要聘請這些 就是靈活的工作時間 或者是兼職的工作 勞工署也都指明是要有一個地方 做這些媽媽缸的工作的宣傳 去吸引他們入行 另外我們也建議政府 一些照顧者或年長的僱員 要照顧小孩子的家長 他有一個法定的權力 要求僱主安排一個彈性的工作時間給他 這是有助吸引他們入行 當然批不批准呢 僱主最終可以決定 因為他實際的工作情況 勞工署當中也可以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但起碼僱員有一個法定的權力 提出的時候 可能會更加吸引 多些婦女入職工作 過去有些報道也提及 有些外勞權益受到剝削 例如黑中介的問題 我們如何避免外勞權益受到僱主剝削 始終數量這麼大 是的 雖然我們覺得外勞的數字 應該是有一定的限制 不要影響本地工人 但如果一些外勞來到香港工作 他們始終都是工人 也不是說得人一等 他們應該要有一些基本的保障 例如過往也有些新聞 就說一些內地的外勞 來到香港工作之前 就已經被一些內地的勞務公司 收了一大筆的費用 或者扣了他們的工資 這個我希望香港政府 可以和內地政府多點溝通 是不是可以監管一下 內地的一些勞務公司呢 另外勞工署也都希望可以加強巡查 確保那些僱主就不會剋扣外勞的人工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變成了請廉價勞工 其實那些僱主就不會再有一個有因 去請本地工人 現在勞工署也都會針對一些外勞 都會搞一些勞工權益的講座 也都容許一個工會去接觸這些外勞 起碼會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權益 雖然過往很多外勞遇到這些情況 都未必會投訴的 因為即使是剋扣了人工 但是他覺得整體的收入 都是比自己在內地好的時候 他未必會去投訴 但是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加強監管的時候 都有一定的阻嚇力 保障外勞的權益